請您了解質詢他是個上對下 國民黨立委汪小玲自認質詢是上對下 與今四座現在又大動作提案修法 要把總統選舉改為兩輪投票制 汪小玲提案主張收政府總統選舉罷免法 候選人得票數過半 而且得票數達選舉人數20%以上才算當選 如果第一輪選舉沒過半 14天後要再進行第二輪投票 並且只由得票數最高的兩組對決 避免產生少數政府 提案一出馬上引爆違憲爭議 汪小玲委員是法學博士 我真的很好奇他做的憲法是哪一個版本 憲法徵修條文的第二條可以仔細的來研讀 也當然進一步需要去試算 因為選制的改變而會影響耗費的社會成本 在問政上呈現了理盲 法盲 科學盲 汪小玲的提案得到傅昆其在內共18名 藍尾聯合提案 戰鬥藍領袖趙少康先前就喊話 希望藍白共同修憲 總統得票必須過半 但除了違憲爭議 立委賴石堡也坦言 兩輪投票將導致成本暴增 以2024總統大選為例 就耗資14億 兩輪投票耗費人力物力勢必翻倍 而提案規定第二輪投票只能前兩名參加 也被質疑難不成想在四年後卡柯文哲 這個提案可能還是大家就先觀察 那也不用先預設立場說好像柯文哲主席 在二零二八年就一定是第三名 但要廣納社會的意見 不能只因為個人或者是黨派之私 而是要為了制度長遠 汪小玲的提案引發藍衣布局卡柯聯想 違憲耗費巨資 也得看納稅人同不同意 三立新聞 黃成本日我們主任特有報導